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一张顶上的超赛悟空在 2000 前不就宣布了吗? 它即将要超级线 Z 结型 以及它的能力放出来之后也是非常的棒 以免费卡的角度来说 已经是属于最顶一级的能力了 那么放在一般石筹卡上面来讲的话 也是属于特别相当突出 没有到最顶但也是属于突出的 可以去到将近200万的防御力 然后超高确立啦 70%的激励去做全属性格 那么防御面上面我们是属于可以接受的 那么还有辅助能力 然后火力面上的话 只要会心也是足够破防我们的物佛 可以突破伤害限制 所以综合来讲的话它的能力是很优秀 那么在之前 因为近两年才加入的玩家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去练这一张卡啦 所以就在留言区上面有看到 有人在讲到 还没练呢 然后要怎么去练法 这个方面的话 这一次就打算跟大家稍微来聊一下 并且想跟大家说一下 还没练的不用这么着急 也不用马上赶着去练 其实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因为这边官方其实有公告出来 如果有去看公告的朋友 应该是可以了解到 这个方面不用这么着急啦 那首先就是 顶上决战这个关卡啦 官方即将会把它做一个 renew 也就是重置 它的关卡会重新的去做 等一下 去改变啦 那么在有 即将要重置的情况下啦 还没有打过这个顶上的 悟空的顶上的关卡的朋友 可以马上先去打一次 并且就是花那个龙石 如果没有开在那个消耗体力的情况下 因为有龙石可以拿嘛 消耗那个钥匙 sorry 钥匙讲成龙匙 我没拿出来 就可以消耗钥匙先去打一下 如果没有开着那个关卡的话 那么先把它的龙石 因为有4关可以拿到4颗龙石 那么after它renew 之后 曾经打过的关卡 它重新又会再可以再打多一次 又可以拿到龙石 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说只有4颗 但是对于无颗或小颗的玩家来说 龙石就是赞 所以这边的话 就先去把它给打掉一下 然后等到renew 出来 才来准备去浓这个角色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那个关卡难浓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因为它的掉力真的太低啦 像我自己在玩的期间 它已经有掉力加成 我也是打到想要吐了 那么在更早之前 还没有掉力之加成的朋友 在打的时候 那个会更加第一级的浓 感到爆炸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是幸福很多了 那么这一次renew 之后 重置之后 我相信官方也会把它的 关卡的掉力 改得更加的理想啦 所以就等着这个重置之后 才去浓就好了 现在不需要这么担心 这边是这个样式啦 然后再来的话 before 超极限 我们需要的就是做一个极限Zack觉醒 那么在它的这个关卡 renew 之前 我们要极限Zack觉醒的话 是要去打那个极限Zack Area 那么它这边也是属于相当麻烦的 需要先准备好六体的极限Zack觉醒 以及财星的免费卡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六张 技术的合体13号 直属的Lattice Oni奖 力属的L.A.L. 黑悟空 这个就 大家应该都会练吧 五中年那个时期 然后直属的这个超级战断尾大王 然后绿宝石的素属库拉密奖 还有就是物以关卡出来的那个 技术的slugger 这六张 如果是在以前 我们需要把它们给练上来 才有办法去拿那个极限Zack觉醒 但是这一次关卡Renew之后 就不太需要用到它 应该说可以完全解放到来 可以整个很简单的去过 会是像我们这一次全球活动 刚刚过渡的那个顶上决战 有那个极限Zack徽章 我们直接通过关卡来打就好了 这边是没有写到 但是另一边这个公告 超极限这边有写到的就是这样说 关卡内我们这个极限Zack 这些需要拿到的徽章 可以通过那个顶上决战上面的 关卡来代替 因为按照那个任务那边出来的 消息来看的话 因为它多了一个第四关 跟一个第五关 一开始以为第四关是造就 后来官方公告了这个Renew出来之后 就可以理解到是为什么了 就是像我们这一次生化布洛利 它的极限Zack 觉醒 是通过我们的关卡 第四关打极限回章 那么第五关 就打那个超极限回章 这么样式 然后这一次的话 同样也是会有任务啦 所以对还没把极限上来的朋友 可以相对的轻松非常多 那么第四关的任务有三条 美吉他系普三体编程通关 孙悟空系普三体编程通关 然后超级赛尔人类别六体编程通关 当然这边全部都是需要用免费卡啦 那么这边就可以直接拿到 22片的那个极限回章 多的是需要45片 所以还是需要打关卡 打多几次 那够了就可以极限在决心 那么再来就是第五关上面 就打超极限的回章 依照任务这边的话 官方的任务上面总共送了120片啦 可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只有30片就好了 所以Extra多出来的大概率 就是for要多练的朋友吧 关卡5 通关3次 通关5次 通关10次 通关15次 通关20次 都有回章可以拿 那么还有就是类别 限定的那个通关 Vegeta系普四体编程通关 孙悟空系普四体编程通关 还有就是极限在觉醒的角色 六体编程通关 那么这边就是全部的任务啦 那么整个环节下来的话 大家只需要特别去练的就是 农角色 打徽章 这样子 前面的那个L-R化的徽章啦 所以就 那边会花一点时间 但是for极限跟超极限 就可以省下非常多时间啦 尤其是极限这方面 不需要Extra练这六张啦 对新手玩家来说是真的是 仁慈了非常的多啦 不过 就没有办法体验过当初 特地去干这些角色的那个痛苦 哈哈哈哈 那个也算是一个爆裂早期的那个提出会 很爽 有练的玩家就很开心 平时没在练免费的 免费卡的玩家就比较痛苦一些些 这个就是我们的 顶上决战啊 超赛悟空的这个 到时候大家可以等着啦 不用现在马上去赶着把它给练出来 等它的关卡renew 之后 才开始练 虽然说会比已经练好的玩家 晚一点玩到 但是轻松程度上面 就差了非常的多啦 嗯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特别的紧急啦 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然后等一下 等到关卡充滞完 重点还是那一个啦 还没打过这个顶上的朋友 快点去打它一轮 4颗龙丝给它拿下来 然后等重置之后 就有多5颗龙丝可以拿 这样子的话 只有9颗 然后它这边的话 在超极限之后 就有一个 也不一定要到超极限啦 就它还有一个 extra的任务啦 就 关卡5通关一次 是有一个老界王神可以拿到 然后超赛悟空 顶上超赛悟空 去把它给超极限Zek觉醒 有5颗龙丝 然后带这一个顶上悟空 出去 打关卡5次 就有5颗龙丝 所以 免费卡的超极限 拿到的龙丝量啦 还比石仇卡 来得更多 也不知道以后那个 石仇L奥卡 获得超极限的时候 龙丝会不会比较多一点 嗯 这个倒是还蛮期待的 可能 去到最后 还是跟 那个限定卡的超极限是一样的吧 那这样的话 免费卡的龙丝 还可以拿得比较 alright一些 那就是这个样子啦 所以还没练的朋友 然后又担心的朋友 其实就不需要那么急 等一等 后面就可以轻松的拿到手 好啦 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拜拜